就是表格一些相关的 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什么表头 主体跟表尾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重新定义 定义里面的话 头的部分在哪里呢 比如说这地方各位可以看到 A的部分是表格的标题 B的话是表格的标头 C的话是表格的主体 是中间部分 另外你可以定义一个所谓的表格的表尾 一个报表的话基本上也类似像 也这样的结构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输出一个报表出去的话 那在那个HTML语言要怎么写 那你不能像一般的表格 一定要用Quoting要写 写Code的 那这部分的话 你如果对那个HTML语法不熟 我看你也没办法写 所以其实很多人在学那个 像什么动态语言 ASP、PHP、JSP 这些东西的时候 HTML啊 像那个标签都不熟啊 然后写起来真的太累了 为什么 因为根本完全看不懂 那像那些语言的话 一定会夹杂 HTML语法在里面 所以你对这些不熟的话 真的是蛮困难的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哪些要加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字比较小一点点 首先的话呢 里面特别注意 第一个关键就是说呢 请各位在这个地方 Table的标签后面加上一个什么 加上一个标签 叫什么呢 Rules 叫Rules 然后呢 它的名称比如说叫什么 叫Group Groups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一定要加这个 再来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 跟前面一样 这Caption部分 就是它的什么 它的标题 那标题里面的话呢 特别注意 这边有一个 我的头的部分 就是Thead 加个Thead 那Thead的话 里面的话呢 就包含什么呢 包含呢 就是说我合并储存格 跟上面的这个栏位的部分 所以后面的话 加一个Thead 然后body部分的话 就里面的部分 所以前面加个Tbody 那里面的话有两列 有两列 就是中心跟Fairway的这个部分 然后Tbody结束之后的话 就是Tfoot 那Tfoot的部分的话 就是底下的部分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有几个 就是这个标签名称要记下 Rules 跟那个Caption 然后还有Thead 头跟尾 Tbody 然后Tfoot OK 那把它加上去之后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的结果就会是 画面上刚刚所看到的 这样子的结果 上面一个标筒 然后这边 我想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也把它练习一下 稍微把刚刚的 这个档案 你可以把它稍微改写一下 把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